儿媳妇对他弟弟太亲爱了 他收集久了 准备全款给他买个写收集 你看我这两个农样值不值五千块钱 全款没收集 看来你的收集不便宜 都难为了卖银元了 来我看来啥的银元 说实话 我都没有用这么贵的收集 好像还是折叠的 据说下来一个两万块钱了 两万块钱一个的收集我还没用过 但是你这俩农样 这都不是便宜的币种 大情造种 掌口要无钱 这是几个意思 什么意思 无钱两个你还仅贵的话 那我都没法卖了 贵倒是不贵 我看这俩银元这也没啥毛病 财富92的造种 这笔面你看多少带一点还财 财富45的审判笼 这贫乡完全没问题 无钱怪钱两个的话 只能说这俩银元绝对不是你了 不是我的 你说不是我在国家拿到手里面吗 你还不要看我年龄小 我媳妇都二十四了 我还比他年长继续的 再说了 这俩银元 两个人来 也不是家的 银元整家 我看也没啥问题 这都是拼击如果喝的 通过壁面 我看整家没问题 那既然没问题的话 那你还先上先上来 这银元救了我了 爸银元来龙去脉 问请出没啥坏处 通过你涨头要的价钱来看 你这是属于贱卖 五千块钱卖的话 你再想差不多价钱 没回来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多问了 我这不是早急用钱吗 我想卖两万 你说你能给我两万吗 我这来按正常回头价卖 我平时要卖三千 正好几钱 我几用钱 两个就五千吧 再几用钱 银元也不是价钱卖了 看来你平时也不少卖银元 三千一个 那价钱确实不高 平时卖的 都是那种不带盒子的 今天拿我爸的 我就说这两万 你看我刚才才来没错吧 果然是拿能爸的银元 兄弟啊 实话是说 这银元不是这样卖的 你再是机用钱 收钱 你得了解银元的 整式行情 两个卖无钱 那爸要是指导了 肯定那大把子唬你 唬我倒是不至于 如果我不卖这银元 我媳妇给他弟弟 都买不了手机 因为这个离魂 我爸他也感受 你不要动不动 把离魂刮在嘴上 何止来人 真没关系 闲说你这一块大清全残 财富四十五分的 审判龙 这在龙阳那边 这不是三千的必中 你像葛龙生 会说三千 还锁过去了 笔面确实六筒锅 但是华质 龙内各方面 非常漂亮 而且笔面还躲着 带一点保佳 你就按现在的行情来说吧 起钱外界外界 没问题 起钱 对 老板您带实在吧 那一个也给我按起钱吧 第一次遇到您这龙实在 实在不实在 两天先放一遍 这只能说 你纯粹对于云阳补冬 剩下的这一个 这是遭避中伤 这也不是起钱的避中 你这个你看 随便说没给粉 XF就是 就这状态 这比带粉的还漂亮 首先你看他这笔面带广 这种低广啊 并不是煞医院抖油类 你先看他这个龙内嘛 你先看一下 鼻子龙内 十毫没有摸顺 而且整体智口都特别好 好久好在 他这个笔面 你看多少带一点还财 确实漂亮 就目前 您这个状态而言的话 我感觉卖个一万七 也完全没啥问题 这个能给一万七 对 乖乖的 我没有想到 价钱那么高 看来我几年是遇到好人了 这两个都给你吧 你这俩人员 说实话 我不能要 我也不建议你卖 如果你真确欠的话 你找能爸 多少去拿点 他手上这俩人员也不容易 你给他便宜卖了 说实话就买不回来了 另外啊 给那小舅子 卖收集这个事 你也要根据自己的实力 不要动不动 拿能爸的银员 你拿的话 最好得经过他通营 顺便问请出他 市场价格 再做决定 给这俩人员 那你不要算了 我找其他人员 我还指到这个价限了 欢迎来看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